那你怎么看待现在男女之间对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包括这些性骚扰或者是互相不尊重的这些 在这一整个哇如洪流般一次爆爆爆爆爆不完的状态下 你怎么看最近的发生的事情 我其实以一个高龄 我现在从我这个维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是在整个地球进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从中业发展然后后来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 其实你们非常的在提倡阳性的能量 竞争的能量 个人主义的能量 比拼的能量 这个是你们一直在我要取得成功 我要比人家更有钱 我要过得比你更幸福 我要有漂亮的车子给你看 我要穿名牌出来给你 这样令我高你一等 以及证明我是谁 我有价值 我要不停的靠行动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当你们讲到高龄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 哇这跟我刚才上述所说的东西其实好不一样 它就像是阳性的另外一端的阴性 没有好没有坏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对没有错没有善没有恶 所以呢就在刚才那一种我要比你有钱我才是赢 我要是怎么样才是对 我这样才是好人 我这样才是善 的另一边 我们要开始去找回到 那一直你们要扬升之前的那一个失落的特质 那失落的特质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 哇 哇我现在就算我往前走了我开始学习灵性了我开始接触高龄了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了但这也并不代表我就是赢家 我就是高你一等你还没有醒来的人你就是混沌你就是脏你就是错不是的 即便你已经在学习灵性的提升了可是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我对你错的 我们要去找回到那样的一个能够去接受整体接受一切的进程的那一个阴性的能量 可以接受一切允许一切 然后让这个当中有很棒的融合而不是针对错 阳性的能量他有他想表达的事情 他的行动力也很重要 他想要提的观点也有他的道理 但阴性的能量因为之前曾经在这个阳性的能量非常的主宰的这个世界当中已经受了太多的伤 而在很多伤的状况之下你没有把这些伤间去清理开来 而阳性要去讲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是在伤口上面去撒盐 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这个沟通平衡回来 让双方都知道原来我无意中做的事情伤害了你 你这样做其实也误会了他 那这个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彼此的去融合跟彼此的去表达 彼此的去沟通过 所以现在很棒的是阳性的力量跟阴性的能量出来了 各自发现原来造成了这样子的误解跟这样子的伤害 他无意间好像踩上了加害者的位置 而他也不是故意的但他就是成为了一个受害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重启这个对话以后找到一种方式是 让我们的沟通是可以顺畅是可以融合的 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去伤害谁 也不是为了要去说到什么 并不是要把谁踩在下面 我们其实要做的是我们要成为那个一起往前走 一起共好的整体 所以现在开启这个对话 跟阳生不是又是在同一路上吗 我们在那个目标上 我们在把之前没有讲出来的 没有弄明白的那些伤痕 那些创伤把他都先拿出来理清楚啊 这就像是静心的过程 静心的过程第一件事情是先把那压抑在黑暗面下面的东西 先让他出来被看见 现在大家就是在静心的这个过程 集体清理的过程 清理了之后 OK我有这个部分 我也有这个部分 那我要怎么样让两者都能够明白彼此 然后这个东西开始流动开来 于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 然后吸手往前 现在就是在这里啊 在一个阳生的过程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今年会有很多的东西从台面下要浮上来 这个东西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这个东西是很必然的 然后这个东西不需要带着恐惧去做 就很像你们刚开始每一个人在静心的时候 做很多的宣泄会发现 原来我内在有这些疯狂 原来我内在有这些创伤 可是如果你不把它先丢出来的话 它就不会过去 它会一直在里面 一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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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成为一个你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那样的人 这是一个很棒 很美的过程 所以我说 接下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玩 越来越好玩 越来越好玩 谢谢分钟西我很喜欢就是我们看到阴性的力量开始跟阳性力量开始做整合 这真的是很多社会上面人类其实很缺乏的一件事 我觉得刚刚那段讯息我很感动 而且当阴性的能量跟阳性的能量都表达他们的立场 表达他们的感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并不是要让大家来选边站说阳性才是对的或是阴性才是对的 现在不是选边站的时候 也不是把两边隔离开来的时候 因为会造成伤害所以都不要有 以后男生跟女生去健身房全部都要隔离 什么什么都要隔离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伤害 不是的 不是的 难道你们会因为 因为这个社会会 会养出一个像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杀人犯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杀人犯所有的特质的这样子的人全部隔离开来吗 只要生出了这样子特质的人就全部把他们都杀掉吗 不是的 大家要去想的跟理解跟讨论的是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这个伤害它是一个很整体性的结构去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男性跟女性没有办法好好的对话 为什么性欲是天性 那为什么他会变成一种这样子需要透游伤害才能够满足的欲望呢 我们在性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权力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才是现在大家要去互相理解的 然后不要去害怕受伤 不要害怕受伤 灵魂层面你们从来就没有受伤 你们就是因为需要经有这样子的受伤 才能够去学会痊愈的能量 才会去学会如何疗愈自己 跟疗愈你身边的人 跟疗愈整个社会 疗愈整个地球 你们需要先受伤 才会学会怎么疗愈自己 所以不要害怕受伤 而是要看看那个伤口是怎么造成的 好吗 好